來玩這款遊戲 暗黑童話風格 光明冒險 來看一下 究竟好不好玩呢 這有一種以前那個光明勇士的感覺對不對 好 提升 繼續戰鬥 可以加快了 哎唷好強喔 哇快掛了 把它放到1號位 它就可以連續收割 來看一下這妹子如何收割 欸為什麼啊 戰鬥節奏很可以的 升等 挑戰下一關 出戰有沒有其他夥伴啊 好可愛唷 好可愛唷 手機滿版這樣子看 還挺不錯的 哇 這隻蜥蜴龍 好熟耶 鐵刀妹 小紅帽 因為它是暗黑童話風格對不對 啊 這次遊戲還算是不錯的喔 好強 好強 硬邦邦 欸 角色可以對調一下嗎 可以讓妹子來我這裡嗎 男生到對面去嗎 OK 按黑小萌帽 一百等耶 你看這隻真的是小紅帽 哼 你請任務獎勵 衛陽 來啦 免費召喚 十四級 冰冰 好名字 進行抽卡成功了 進行抽卡成功了 待會 要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好禮啊 開服好禮之類的 冰冰 冰冰開個招給我看 那個 那個是籃組嗎 好強喔 他為什麼可以一跳三 他 他是怎樣 擊殺敵人後 可以進行追擊嗎 有這種FU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優先強化他 好啦 繼續召喚新夥伴呢 傳說英雄欸 哇紅色的 紅色的光 劍好 5星角 喔原來 5星角 紅色的耶 繼續提升到50幾 他現在在教我們怎麼做 這是一隻角色可以推到好幾十關啦 然後這邊是陣營還有屬性克制 好啦,繼續出戰啦 太強了吧 這個劍好 好兇喔 到目前為止體驗還算是OK的 因為他的戰鬥節奏很快 這是探索的概念嗎 我可以操作他耶 你說偶爾這樣子還可以啦 你不能這樣探索個老半天 那這樣子就沒有放置掛機的意思啦 因為通常這樣子 一個一個找寶箱都很浪費時間 我們選擇誰啊 滅火讓冰冰來吧 他不是冰屬性的嗎 我們選擇誰啊 我們選擇誰啊 滅火讓冰冰來吧 他不是冰屬性的嗎 大灰狼 50等 受到普通攻擊會增長一點怒氣喔 所以三 幾點 四點開招 然後呢 我可以斷他招嗎 不行 我們搞得好像大灰狼是主角一樣耶 10點抽 通關1-18就有了 好啦我們回到主城了 呃 禮包商城 這邊就不用看了 狐狸活動 迎娶 英雄 圖鑑 來看一下 女武神耶 魔鏡公主 哇 墮天使 火神 這裡面 嗯 感覺起來魔鏡公主 我印象比較深刻而已喔 還有小紅帽 其他的沒什麼印象 做起來就普普通通啦 但整體還算是一款不錯玩的遊戲喔 嗯 喔 欸這開服好禮給的 還算是挺有誠意的啊 還算是挺有誠意的啊 給了30抽欸 這邊還可以射心願 心願的部分 我 女武神喔 女武神來之吧 欸要100抽啦 那這遊戲應該會送很多抽 100抽解鎖心願 一般都送的很好 五星出現了 得古拉 核心輔助 繼續抽 能不能抽到白雪公主啊 又是核心輔助沒杜莎 可以不要再給我輔助了嗎 老頭 大魔導師啊 不夠了 開局就送30抽 還算是不錯的 好啦我有四位五星角 有四位五星角就OK啦 我覺得誠意是很好的 近期一出的遊戲啊 你在信箱裡面能領出 30抽以上是很困難的 哇 那個老頭是奶媽欸 好這遊戲也是一樣喔 等級健長的啊 你看那一等的 沒有強化打不過 好啦遊戲節目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